這邊王四平小姐新演了一個電影 然後原還沒店開在台北市 鬧區 對 有多開了一家 已經兩家了嗎 對啊 為什麼這麼快就兩家 因為原本那間有一點小 然後就覺得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沒有辦法擺在裡面襯托出那個感覺 所以就多開了一家 所以藝人的身分 已經就是可有可無是不是 也不是 就還滿多 店裡面常常會有很多明星去 還有造型師 那些明星是衝著你去的嗎 不是 跟我完全沒關係 其實因為店裡面 感覺跟我的關聯沒有很大 所以沒有把你的大照片放在裡面 沒有 對 你到這排衣架來 來… 挑一件不是你的衣服 然後給S看一下 這片衣架上這件衣服 滿驚人的 好難喔 很難耶 你帶來的嗎 不知道 這是一件連身組嗎 我拿起來看一下 可以拿一件要下來看一下 對 這件妳會拿去店裡賣嗎 轉過來給我們看一下 來 應該是這個皮褲好了 這個啦 這一件 因為我還滿喜歡一些很帥的東西 所以現在上有這兩個的話 妳會去逛這家店嗎 應該會瀏覽一下 然後去拿一個比較好 那件連身的還滿好看的 皮褲呢 皮褲一定要試穿 對啊 這件有一點太大 所以妳挑的時候是一件一件挑 然後放進店裡面去轉賣嗎 是這種賣法嗎 對 就是 所以每個都只有一件的那一種 幾乎都只有一件 現在服裝店就是這樣的嗎 是 那尺碼不就很不一樣 因為想當年我們開的時候 也就是這樣 自己跑去日本跟香港帶貨 好 那是因為我後來沒有用心在上面 是 對 因為很紅 好 我們看到呢 壞品味這一對手腕上有掛了繩子 也就是說 等一下他們對面的三個 衣服品味比較好的 不過根據流行也只好10分而已 這個 要挑一下他們會穿到誰的衣服 然後對面的妹妹會替你們選好搭配 然後你們要穿上對方 是 所謂你們所做搭配 康熙參與品味比賽規則 若品味好的女性隨機抽選 品味插著手上的繩子 選中者分別為對方挑選衣服 並且進行換裝走秀 板哥 麻煩你把繩子拿在手上 是 我手上有三條繩子 那現在要請他們來抽了 我們第一個給余韓米抽好了 韓米…先抽一下 到底會抽到誰 請抽 是… 好 我們要拉…看到底是誰 我嗎 誰 好糾結喔 對啊 是你耶 是我嗎 是誰呢 到底是誰 是小優是不是 是小優… 謝謝 對 小優妳也是服裝店老闆娘耶 是… 真的嗎 那妳怎麼願意被我們傷害 而且還沒到 是小優 那怎麼辦 我們剛才講那麼多傷害 妳品味的話 沒關係 每次都有被傷害一點 沒關係 因為每次都忘記 因為妳是服裝店老闆娘耶 所以上次我們傷害妳之後 生意怎麼樣 上次有一次是 帶那個斗篷來的那一次 也是交 也是衣服的 然後就有很多客人來 都看到那個斗篷就一直笑… 我以為妳是開寵物美容耶 不是… 然後怎麼樣 她今天穿衣服是從動物身上 拔下來的嗎 因為妳走得比較適合 開寵物美容 所以我要去經營那個 一直忘記妳是服裝店耶 我是 那我們這樣會不會害妳經營不善 其實不管因為 大家都知道是開玩笑 然後到店裡面就會覺得 好像是認真的 是… 所以顧客是去店裡面確認說 妳的品味就是這樣子 就是到店裡就說 其實妳本人不差耶 然後就看一下就會發現 時尚就是還OK這樣 如果是她現在身上那一套 她叫妳穿上的話 妳願意穿嗎 如果幾年前的話 我就幾年前 她講話很嗆喔 我願意穿到我 其實我剛剛看的那面衣服 我最害怕的是雨婷的 因為她的衣服都很性感 Oh my God 我剛剛有看到馬甲 我就想說 馬甲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的是我的 那橘色蕾絲 還有那件紅色蕾絲 橘色蕾絲 我也很害怕 真的耶 那件 有一件橘色蕾絲 郭惠 妳可以麻煩妳拿一下 那件橘色蕾絲 起來跟我們分享 這是樓空 橘色蕾絲 那件我也會害怕 是… 這是旗袍嗎 這是… 這是… 這是新衣服嗎 這是旗袍還是新衣服 但這中間是空的嗎 是 這是空的 這我不敢穿耶 這件絕對是戲服的 是戲服 這很像去新門町租的 我們剩兩面要交換穿嗎 當然啦 怎麼這麼大喔 小優身上的這一套 妳還明確覺得 其實我… 我現在也可以 就已經覺得安全了 跟那個比賽 對… 對… 但我覺得這套好看很多 是不是 郭惠 妳… 妳有一個馬甲嗎 對 我有一個馬甲 可以拿起來我看一下 可以… 妳會穿馬甲嗎 我有時候 可是不是… 不是平常的時候穿 就是有時候參加一些 很小耶 掉了 是 我感覺剛剛很像 角色的大臉 這樣子的 它是有戴一件裙子 裙子 裙子好像沒有在這邊 在這裡… 這樣子 這樣搭 這穿下去誰受得了啊 妳穿過嗎 有 穿過一次 在節目上跳舞的時候 所以小優已經被挑走了 剩下不是很樂觀 因為好像另外兩個比較危險 這兩件都好恐怖 馬甲會恐怖嗎 來 王思萍 是 詩萍 is your turn 這個啦 請抽 到底抽到誰 用力拉一拉就知道了 抽到 恭喜有可能會穿到 橘色雷絲 橘色雷絲 是有衣服要出的嗎 我的衣服都很好看 我們節目會被拔起那個 很棒 我可以是選妳 是…詩萍選到了 對 我跟妳講 妳看她應該只是不好看 不會出事 因為她至少也是洋裝 跟妳的風格 對 沒錯 那個橘色不換妳身材很好 劉怡青 因為本來就是妳比較 是尺度寬的啊 在妳們那一組 妳可以啦 可是那一季就是很 很COSPLAY的感覺 就是會很 太High的 當成是萬聖節 好 就當成學衣派對嘛 怡婷妳有被 妳有被講過品味有問題嗎 沒有啊 平常都是T恤牛仔褲 有沒有什麼品不品味的問題吧 妳也不在乎這件事 我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對美感是一個 很沒有… 很沒有… 很低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永遠都是打安全牌 就是T恤牛仔褲這樣 妳當過誰的… 背部的替身 天心 是嗎 只有一位嗎 霧一如廣告是不是 許佳玲 誰 許佳玲 許佳玲 OK 所以都是在廣告裡要裸露背部的時候 所以當時妳有想要把臉轉過來 不會 表情說那是妳嗎 那不可能吧 應該會被罵吧 可是現在就不用再當臉了 就是現在是 對 所以已經從T恤進階為 一個人 藝人了 對 進階為一個人 因為本來是影子 就是T恤其實就是一個影子 所以妳有很意外嗎 就當時為什麼別人不讓妳露臉 只要妳的背 不意外耶 因為畢竟我跟的都是比較有知名度的 OK 對 所以我不會意外 妳今天的衣服也會強調裸露這件事情對不對 看得出來 沒有啦 沒有啦 除了這件 這件比較… 其他OK嗎 所以如果妳看完這件之後 妳其他就不會怕了 真的 真的 因為這件衣服其實不是裸不裸露的問題 而且它實在是 感覺 而且妳也很好吃 而且要去哪穿啊 不一定會派到這一件嘛 對不對 可是其實這一件是我為了打九截鞭 特地挑的一件衣服 就是我打武術特地去挑的 因為要讓它有一點點中國風 打九截鞭 又不濕性感一點的衣服 對 竟然有人把打九截鞭衣服 戴九截鞭 可是我覺得我還滿喜歡 我覺得它還滿… 我們今天有九截鞭的題目 打九截鞭 還要寫第一題 對…我們的第一題就是請問 把九截鞭的那種衝穿 我們也要衝穿 可是後面有迷人到老頭 是 也太難了 沒有這一題 所以請聽好我們的第一個題目 你們要為對方搭配服裝 好 那好品味這邊請你們依據你們 本來的品味給對方選擇 然後你們這邊也是一樣 照你們最想用心的方向來走 就是第一題是說 你要出席的這個活動 是身邊有你的男友 以及你的情敵 所以你應該要在情敵的面前 讓男友依然感覺到你是 比他更出色的 好嗎 還要切情敵 請你們起立來選衣服吧 康熙穿衣品味賽開始了 六位參賽者 開始挑選適合主題的衣服 但是今天挑選的衣服 可不是給自己穿的啊 還必須要考慮抽到的對象合不合適 這就考驗這麼參賽者的品味了 看他們絞盡腦汁的樣子 看來每個人都不想輸呢 究竟最後到底誰能省出呢 我們一起回到現場來看看吧